大家好 我是Canis 今天現在是幾點 10點 已經10點? 9點 這麼大多人 全部都是香港人 做什麼呢? 我們是來到這個 Tree top walk 走山 不是做什麼?reserve Marychie Vesaford 我們現在準備去走Tree top walk 要走11K 10K 預計應該要走2個半小時 帶大家一起去看看Tree top walk有多漂亮 因為是這位朋友 介紹我 在新加坡一定要去走 出發 這裏就是Marychie Vesaford 麥里茲速水池 是新加坡最早的一個速水池 建於1867年 政府把水池周邊發展為公園和自然保育區 可以讓大家在這裏跑步 有些自然觀光步道 又可以在速水池進行一些水上的運動 我們這次就是由Lonely Trail 一直走 會走到去Tree top walk 這裡開始了 就已經是Lonely Trail的起點 大家可以看到這條路 是有點濕滑的 因為昨天下了很多雨 所以剛才我們也看到這條路是很多水池 會比較濕滑的 在這個自然保育區裡 你有機會看到長尾狸口 蟲鼠 還有巨色 那麼快我們就已經看到一隻了 蟹蟹 那裡已經看到有猴子 我以為要走進去才會看到 啊!那裡有一個小孩 正在從水上來 這裡的蟹蟹看起來的體型 相對比香港蟹蟹生會看到的 就比較小 不過也不要低估他們 和主動去接觸他們 有嗎? 這裡有很多 這裡有很多 對 會他們攻擊我嗎? 沒有 但我會看到他們的眼睛 我還會看到他們的眼睛 在眼睛 那裡有小的小孩 啊! 好,現在我們要經過 希望我們會平安 經過 有小小孩 是小孩嗎? 我害怕 太近了 剛剛在兩隻猴子中間經過了 很害怕 這裡是一個小孩 我們第一次來這裡 大鄉你不知道 以為這裡封了 其他香港朋友說這個是正常 因為這棵樹是被保護的 所以他們弄了一個路牌 在這裡提醒大家要小心 還有要避過一棵樹走 好了 根據新加坡的朋友 這裡結束了這麼優美的路段 現在正式進入樹林 正式進入蟲林大作戰 而且這兩天下超多 所以路是很濕的 剛剛已經跨過了幾個水間 途中我們會經過 新加坡 Island Country Club 向左邊看就是一個Golf Club 聽聞現在走了三分一 即是走了3K OK 他背了我的背包 很好笑 但是謝謝他幫我背背包 但其實是他應該謝謝我 因為剛才走了三分一 都是我背著的 有1L的水在裡面的背包 看來我們終於來到這個 tree top 這個是什麼 原來真是觀景台 味道 剛剛嚇死我 但我太長了 你這樣做嗎 不 不要這樣 我太長了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Stairs to me 有你去吧 Ranger station toilet 所以我們最後一公里 就會到這個 toilet break 接著就會到tree top walk 大家可以看到地上 原來是政府環境的 一段路 走上tree top walk 大家可以看到地上的黃線 原來是政府畫出來 在covid期間 幫大家有安全距離地排隊 剛才有隻猴子想攻擊我 然後我老公問我 是否看著他 然後我沒有 原來 在最後是他 看著猴子 然後剛才想攻擊我 這個就是tree top walk 的入口 大家記住 它是一個one way road 所以一定要在ps track的方向進入 剛才那位職員說 連紙巾也不能露出來 因為有紙巾 猴子也是會搶的 我們現在就正式去 這個tree top walk 這個是吊橋 會搖一下搖一下 這個tree top walk 曾經是馬來半島 第一座建立在樹林中的圓梭橋 整座橋全長250米 是建立在麥里茲蓄水池 兩座最高的山之間 橋中間距離地面最高點 大約有25米 就是大約八層樓那麼高 那吊橋的兩邊 都是被高頌的樹林包圍著 看出去就可以看到 剛才經過的麥里茲蓄水池 提提大家 剛才也說過 這條橋是單向行走 所以記得選對方向來進入tree top walk 還有吊橋每天下午5點就會關閉 4點45分 是最後一次可以容許上橋的時間 所以如果大家想來tree top walk 記得不要太晚來 然後看到了 剛才我們是在那個 經過哥爾夫球場 所以我們是從那裡走走走走走走走到這裡 都挺 是蠻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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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我老公在那裡走的時候 這條橋也蠻勇的 因為你蠻脆的 蠻脆的 是蠻脆的 蠻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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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e top walk 因為我們這個行山有大概二十幾位香港人 前前後都是被香港人包圍著 大家都是用廣東話聊天 所以一路行山是極親切的 其實這裡也挺像德國的沙漠 It's quite like the forest in Germany It's more humid, more tropical Boys in Germany is more dry 我們今天走了平地 泥路 So flat ground, muddy road, and now a bridge and then now stairs That's another 現在才是最辛苦的一部分 Another 3km 3km only going up 到這個位置看到路牌 差點以為自己是要走回去我們的起點 5km 我需要捷徑 剛剛上完樓梯 現在已經下來了 為何這條回程的路 走極都走不完 好想要走 好像人很黏 因為這裡太暖 就算在森林裡沒有太陽 也覺得人很黏黏 還有一條小河流 水其實也挺清 這裡有野豬 終於走完了 我們走了多久呢 請問 13km 3小時 3.5小時 好了 已經完成了去新加坡要走的tree top 應該三個月內都不會再走任何森林類的東西 我只會去商場 贊成 一致贊成 但謝謝他帶我們走這個tree top walk 我覺得住在新加坡的人應該要試一下 一來到的話 帶遊客來走一走 記得千萬不要餵猴子 今天是完美的結尾 我們現在在等車回家 竟然開始下無無雨 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和分享 下次見 拜拜